字幕提供 今日 古海變幻莫測 要撫南正經形勢 揭開古壇迷霧 我 雲圖 文昌 又嘉 マーテ 為大家看清形勢 從多角度分析 《花生台重點財經》節目 逢星期五晚八點 古海雲圖 回來第二節 我們真的要把握時間了 有家兄嗎 我們要說一下公司業績 今個星期的公司業績很多 我們每次都是重磅的 有騰訊、長和系 還有長實地產和長和 另外就有 還有長和系 還有騰訊 我們集中說一下這幾隻大東西 只有半個小時 你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比較熟悉的騰訊 有很多人都說 是否可以 每次有沒有高增長 這次又高增長 騰訊去年賺288億 按年多賺21% 符合市場預期 如果用非通用會計值去計算 就賺324億 按年增了30億 略性市場預期314億 每股盈利3.1 派末期息4.7 加上其中有一個比較吸引人的地方 其實是網絡廣告收入 雖然它的主力也是靠手遊業務 增值服務 按年增加27% 達到806億 其中手機遊戲收入 按年增加53% 達到213億 手機遊戲的Output 每月的平均收入 185元到195元 較2014年的披露 155元到165元 增長20% 說回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網絡廣告方面 增長一倍 180%到174% 其中效果廣告收入 就增長172%到87億 廣告總收入 之中有六成半到移動平台 馬化騰曾經形容過這個網絡廣告 就是不會走得金礦 但亦都需要保持耐性發展 為甚麼叫做不會走得金礦呢 因為他就說不要那麼急去掘 他也不會跑走的 甚麼叫做網絡廣告呢 就是包括發展朋友圈的廣告 希望用平衡用戶體驗 和廣告數量 吸引人去下廣告 他也說新推出的 微信朋友圈的廣告服務收入 令騰訊成為盈利貢獻的 主要增長獨力之一 馬化騰曾經也說 現在的大品牌廣告的體驗 就好一點 也不敢放小廣告 因為不知道體驗會怎樣 所以慢慢都在測試網絡廣告 是怎樣的 但隨著微信的交友平台 用微信看的訊息廣告 差不多可以比美Facebook 騰訊的廣告服務收益 不可以少看騰訊 只是這個點 仍然都是全球 或是全中國香港基金的第一重倉股 騰訊 就算你不買也不要沽沽 我奉勸大家這間公司 可以根據弘圖波幅的炒作 另外另一方面 騰訊 微信網絡就開始發展巨大的支付市場 這次的業績展網 就有一個項目跟大家說 支付服務和金融產品平台 就開始來了 網上支付 在騰訊潛在的增長點之一 因為現在內地絕大部分人都要用微信 就要用騰訊 騰訊搞支付 所以就很快搶到市場 今年農曆年 那個新年 六天之內 通過QQ收發的紅包數量 已經有60億個 用微信支付收發的紅包 則按年增加9倍 到320億個 雖然現在 我們典型派利是 香港都要用手去派收 真實利是 現在內地 用微信支付寶去付利是 真是厲害 其實 網絡支付和網絡廣告 仍然都是騰訊的高速增長收益之下 因為這間公司發展得不太好 之前騰訊就靠手遊業務 遊戲的收入 其實手機遊戲都開始放緩 來來去打遊戲 我現在都沒有玩手遊很久 但在國內仍然是賺錢 仍然是賺錢 保持平穩的增長 但不是高速增長爆炸引擎 如果因為那個業務 靠這個業務增長放緩 其實是大錯特錯 不可以看淡 其實來自網絡廣告收益 就開始收盛期 一年可以增長一倍 藍籌股之中再高增長 真的沒有哪幾隻還可以騰訊那麼厲害 你可以說是內地 讀市吧 其實可以這樣說 這是一個特色 我這樣說 這隻股票公佈業績之後 人們就覺得沒有什麼驚喜 所以初初在外圍都不會看好它 但看清楚之後 發覺的確 它在廣告增長裡面 因為它那裡仍然有一個比較良好的勢頭 結果人們就發覺 分析回來 如果這個還可以再有潛力增長的話 在現在這個經濟環境裡面 就是誠信這個經濟 雖然不是很大幅的增長業績 但其實都已經合格 以及比預期更好 所以在大行出來的報告 大家都調升了目標 由目標價由195元 調升到200元的目標 這個我認為是這樣 我們就要看看高低波幅 如果股市不好的時候 都會跌的 但問題是 應該是以現在的情況 因為經濟環境 我們看不到很高的通脹 以及公司的盈利 可能也不會 就算是好的公司 有semi增長 但也不可能有它的高速增進 即是有這個percentage的增長 所以我認為 它仍然是會跑贏的大事 我這樣看 它在這個位置 上個星期收148.1 這個星期爆佈是159.2 在未公佈預期之前 最低已經是148.4 今個星期已經是高於上個星期的收市價 而這個收市是157.9 其實它在159.2代表什麼呢 是代表周線圖的頂 亦跨過了在日線圖裏 寶利加通道的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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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元左右 而月線圖的頂是170元 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些位置 而它上次的高位 阻力位是166元 即是說 如果騰訊來看 如果真的將市場很瘋 即是炒上21000港股 而騰訊作為火車頭 是帶著去 是很棒的 因為它帶著去行資 再會衝上去 但其他如果覺得股票要沽 就可以沽下來 而也可能會有其他 增長不夠好的股票 就會被人冒高了 現在的高水位 然後沽下來 吸收一些資金 就會落回騰訊 大家買了騰訊 就會入了一個安全島 安全的船奧一樣 就算再有什麼股災 大波動 也可能安全 所以資金是聰明的資金 或者基金的資金 一定是不會放騰訊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166元 170元這些位置 是應該會有龐大的阻力 我想在未來 沒有特別利好消息 或者收集聘的潮件下 應該在6月前 應該這些位置 應該會見頂 而大家 如果上級立又如何呢 上級立就要看回 保利卡通道的頂 155元 我覺得是會回落的 如果大家調整155元 就記住 在148元至155元 這個水位 你當然是最希望 在149元 還有機會在149元的位置買 然後下降波幅 你就定了3% 即是8-4元 不穿 你就守住 然後分段吸納 又是用重物股的方式去做 但記住 頂位是166元至170元 150元 現在應該當它是中軸 在下降 你越跌得多 譬如153元 再買多 就可以初步吸納 你可能是151元 又是初步吸納 如果再跌低一點 你去到下降的水位 就一定是148元以下 看市勢 騰訊始終都是一隻 可以在跌浪 逢低 就說會有股票 這就是其中一隻 說完這隻之後 說什麼 中二棟 中二棟 這隻比較差一點 941去年 全年順利益 賺1085億 按年跌0.6% 就順於市場預期 1127億 中二棟的老闆也說 其實也不是看這個 我們最主要看鐵塔 鐵塔公司 想著2017年上市 因為鐵塔公司規模太大 所以考慮會在香港和上海上市 如果撇除鐵塔資產出售的101億收入 中二棟去年順利跌9% 派會期息是1.19元 按年跌13.3% 全年派息是2.7元 按年跌6.8% 看看業務方面 旗內四支用戶大增2億個 去到3.12億個 而整體移動的Apple 即是每月用戶平均收入 由59跌到56元 連續十年下跌 但跌幅是慢慢收窄的 那為什麼 Apple的跌 受到提速降費和流量 不清零的政策影響 即是用多少 就大陸去下個月用 不會越來越清 主要的目的是 提高國策需要 提高內地居民使用4G的流量 究竟是怎樣的呢 先不要看4G 先看5G 管理層說 2020年是5G網絡商用的元年 所以中移動迫希望落後 數年就繼續推動5G發展 說完之後 到底買不買得過 我覺得這個情況比較貴 現在中移動的PE是16倍 相對的恆子和其他股 都比黃貴一點 總之它有個現金流 但現在3厘多 很多股票都高了3厘 騰訊50倍有高增長 就值得買 這隻是16倍 增長不夠厲害 所以就不值得買 這樣分析 現在的量點在哪裏 現在的量點 其實反過來看 它是說它的有線搬頻的客戶增長 如果它在這裡增長 就會令它有深入增加 但大家都要留意 它出來公佈業績之後 令港股立即下跌 因為它在星期四中五公佈業績之後 它自己的股價 就被人側到83.5 上個星期收85.5 而最高位是87.3 今天收市也是85.1 就是說比上週收市更低 的而且市場人士 可能現在有其他好股票買 就是把它拋棄了 但是大行的報告 部分都調低了預測 譬如美林那些 就是121元 調低到118元 另外那些 有些調低到100元 譬如交通銀行 104元 調低到97.2 我又怎麼看這些股票呢 我覺得這些股票 暫時就算市況很好 它都會承受壓力 我看回它現在 在保利卡通道中續是86.5 如果日線圖來說 其實它是向下的 今天它其實就是 在中續下低收市 就是這個周刺 我覺得有機會 壓下去穿80元 如果大家認為 中移動 想去吸納它 那你 都可以在80元的水位 最理想就是79.5 因為現在日線圖 正在走到79.5 就是79.5 當然日線圖 這些天天都會變的 但是 現在鐵塔的上市 應該沒有這麼快 游戒我 沒有這麼快 現在大人不用買衝景股票 沒有衝景 都還未來的 差不多有聲氣 然後才衝景它 在這段情況下 如果你真的還是最喜歡 想買的 我就建議你去到80元 借著才好買 如果作為公用股 息率又不夠好 但是 我想業績也會增加 還有派息也會OK 但是 無寶無雙 不會大好 但是股價 不會有優秀的表現 但是 你說你80元買來收息 或者持有穩固的股票 都叫做基本上穩固 暫時來說 沒有什麼壞消息 最後一抽 最後一抽 叫李嘉誠的股票 成哥 成哥旗艦長和 公佈了首份業績 去年 備考股東盈利 311億 按連跌8% 如果 說法定基準盈利 是1,185億 當然不看這個 就看備考盈利 311億 每股每期息 是1.8毫半 主要受理美匯轉強 令歐洲業務 錄得虧損 導致上年 零售和港口業務 都較前年差 整個歐洲業務 基建表現自己 表現一般 主要是靠三集團 支撐整個業績 其實是半隻電訊股 很大隻的電訊股 其實是一隻碼頭股 配合零售 成哥說 其實我們的屈臣事業務 都做得不錯 如果扣了銳匯虧損 我們賺的錢 較2014年更多 現在的股東都很喜歡我 因為集團很厲害 在外面賺錢 就回來香港派息 變相他用這句 就澄清了 我沒有撤資 那些錢 就回到股東的袋子 李嘉誠就說 如果沒有特別意外 如果本港和環球經濟轉差 那個派息就可以增加 另外 長和是另一間 叫亨斯基能源 去年未計減值支出 和資產撇減 股毒日理是1.65億家圓 按年跌92% 沒辦法 沙油不行 石油不斷跌 其實現在的長和是 主要是靠港口和3G業務 靠歐洲業務 很大的電售股 歐羅跌影響它 現在11倍PE 1號的話 我覺得投資價值 你是純撐李嘉誠 或是撐歐洲業務 其實是OK的 如果公佈業績前 遲兩天就好 因為美匯指數突然下跌 歐羅現在正在升 所以記者會的時候 會大聲說話 我們看看這個股票 其實是OK的 我自己認為 因為最終 它的股票基本上 都是保障利息率去收 所以它一定是派倒息的 還有世界經濟環境不好 但是它的股價 上星期收$99.50 今天 這個星期最高就是今天 $101.01 收市就收$100.06 其實它是不錯的 為什麼呢 它已經在寶利卡通道的宗族 是$90.04 不是 寶利卡通道是$98.06 其實今天它是穿了頂上來的 如果去寶利卡通道的頂 是$107.00左右 我又不會覺得它去到$107.00左右 大家要留意 這些大藍籌 每逢收息期 收息派息前或派息後 都會有些微的好表現 我們講一個例子 譬如新鴻基 新鴻基 他3月10日 10日除淨 派了1.05元的利息 他就由90元的位置 炒到現在最高$95.06 但是大家要記得 新鴻基有98.6的 1441的認股症 就會在4月22日到期 新鴻基 會不會想炒到98.6的這些位置 大家都要留心一下 但是公布業績有息派之後 股價是派多息有表現的 接下來大家都要留意 另一隻 3月21日 恆基地產 現在布里卡通做中逐是$45 現在已經上升 今天收市是$5.08 已經升了 但是它其實還未到頂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3月11日公布業績之後 四叔又會不會仿慨派多息 李嘉誠也是派多了少許息 如果按比例 雖然今年重組之後 大家用了備考去計算 他也是派多了差不多10%左右的利息 所以如果他 恆基又派多息 其實反過來 這些大籃籌又會有股價 有蝦微的支撐 另外再說一下長實地產 長實地產 大行報告 一號仔大行報告認為 會跑贏大使 很多都會給他們一百二十多元的目標價 但是會覺得 一一三 長實地產就跑贏大使 可能長實地產 小頭地 覺得香港地產業有暗淡 所以 很多都會將長實地產的評級下調 由68元到50元 即是說 初初我們經常說 65元的水位 就不能到達 上星期收市是45.45元 今個星期最高位48.05元 但是收市是46.8元 跟941差不多了 公布完之後 在保利卡東道的中族收市 就47元 下面來收市 代表什麼呢 代表 就是被人沽緊 因為成哥自己都說不投地 審慎一些 所以聽聲器 這些都比較麻煩 但是 如果市場狀況很好 我就會看到 地產股 因為現在不加息 香港地產股 可能會有些炒作 因為美國是加息延遲了 樓市可能下跌 也會有水位 會站穩 我覺得 3月13日的頂 最盡是 暫時 6月前看 都是56元 如果沒有特別理好消息 大家要記住這些位置 另外還有 講一隻長江基建 好 你說兩句 因為有人說 四隻 盡量講完 講完第三隻 長江基建 也是這個星期公佈的 上年 至上年 股東日利 賺了111億 按年跌六成四 但是 2014年一 就分拆了港燈 如果沒有分拆港燈 其實那順利就差12% 李澤巨就說 我們拿著80億現金 負債 比率只有8% 有潛在條件 就進行更多收購 暗示 又要再搞一次 和港燈合併 那時候的股價 那時候的跌市 都由70元抄上 70多元 入了藍籌 所以 今年應該會重提 港燈合併 長江基建 是什麽業務呢 主要是英國的基建 包裹新收購的UK Railways 有8個月的盈利貢獻 歐洲的Douche Environmental Energy 荷蘭的垃圾 垃圾 垃圾處理中心 純利 都升11% 澳洲業務 就 純利 就下跌6.7% 主要是受累 澳元的疲弱 如果看回盈利結構 英國的基建 就佔差不多7成的業務 變成一隻英國股票 長江基建 真的很鍾情英國 但他也說 如果去英國 脫離歐盟的話 就對長江基建 也有些風險 希望不要脫離 有些大空也說 其實 現在他也受累 英國新西蘭 那個 瑞匯風險 主要是因為 強美元 有個風險 但他也是維持的 目標價 都是71元 其實差不多到頂 這隻股 除非是越多次大跌市 才會避難所 否則我覺得 長江基建 要收購了港燈 再有這個合併的業務 才有這個投資價值 否則 我也覺得 應該是買回一些中資股 一會兒我們雲圖 我也會講一些中資股 雖然現在 美國的議息 已經結束了 等一會兒 第三次分析一下 OK 好 第三次回來再見 什麼 三櫻 五櫻 五櫻